6月22号一大早,双合镇便下起了雨,双合中学安置点的一处帐篷图书室里,一百多册童话、漫画等儿童读物整齐摆放,使多个小朋友捧着书坐在小板凳上神情认真,这个图书室刚刚布置完毕便迎来首批小读者,下雨没有阻挡孩子们的阅读热情。 气象信息显示,镇区乡镇6月21号夜间至23号有明显的强降雨天气过程,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,记者22号探访雨中的双合镇受灾民众安置点。 在安置点的中心位置不时传来孩子的欢笑声,这里是安置点的儿童乐园,孩子们三五成群下跳棋玩玩具打乒乓球十分欢快,儿童乐园旁边是手工和阅读区, 爱好绘画的张力和同伴一起正努力创作《战地快报》第二期,本期的头版区张力画了一位背着老人的武警战士,张力告诉记者,这是他昨晚看到的真实画面,印象深刻他就画下来了。 现在我画的就是一个军人在背一个老年人和一个老年人正在下着雨,然后我还没有画雨滴,然后这个在旁边扶着他,昨天我看到一个武警叔叔,然后就背着一个老奶奶, 然后我今天就把它画下来,然后这一幕一直寄在我心里。 在长宁县城读初二的彭静雪在镇后回到了双和镇,因为学校将举行期末考试,他在儿童乐园的一角书桌上抓紧复习,此刻正反复验算着刚解出来的方程。 他说自己回到了家人身边,但学校的很多老师还在坚守岗位,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名教师。 下周还要进行期末考试,所以我要每天要完成一些作业和复习任务。 虽然现在在地震,但很多老师都坚守在他们的岗位上,所以我长大以后想当一名教师,传授更多的孩子一些知识。 由于雨越来越大,孩子们必须回到党雨效果更好的救灾帐篷内,这是镇后当地迎来的首次强降雨,对安置点无疑是一次考验。 双和中学安置点位于学校操场上,共安置1300余名受灾民众。 虽然排水沟早已挖好,但当天武警宜宾支队的不少战士扔挥着铁锹,将排水沟挖得更深更宽些。 该支队战士张志军告诉记者,他们前几日就在为强降雨做准备,排查树白顶帐篷的漏水情况,给电线加装防雨设施。 我们主要工作就是现在进行一个修复,因为前段时间是把这个帐篷的水沟都给挖起来了。 现在我们支队是暂时出动了50人的兵力,把这个灾民的这些帐篷勾勾没有挖身的再给它挖身。 然后房顶上漏水的再给它协调帐篷。 临近中午,雨仍没有减小的趋势,武警宜宾支队的战士们正在准备午餐,地震以来他们每天要烹制3000多份餐食。 记者现场看到,有战士一直忙着手里的工作,早上泡的方便面都没吃上几口就凉了。 不到10平米的催事车内异常闷热,而几口大锅同时开灶时便考验着战士们的抗热极限。 该支队保障处战勤参谋徐继红透露,他们每天要煮300多斤米,用掉300桶饮用水。 我们催事班是由9个催事员加一个收藏,我们提前做饭,头天晚上就要把菜洗好削好,然后上午的话我们就要提前来炒。 我们每一个菜的话,我们大的这个锅的话要炒三锅,就是说忙起来的话,大家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是选择的。 目前我们每顿饭的话至少做1000人以上,每天的话保障3000人吃饭。 谢谢。